信秀在逗留期间抓住了一个机会成病休息 趁机从圣藩城招来的家臣们 在腊骨叶城四处放火 制造混乱 从而并不学认地夺取了腊骨叶城 欢迎来到巫女花扇里 一个演绎日本传奇的频道 我是花扇里 第一期我们从伟章之虎知田信秀开始说起 知田信秀1510年或1511年生 季度不祥 出生地不祥 但熟悉日本战国的朋友都知道 知田家是从伟章国发迹 而信秀又是知田家族一个重要分支的弟子 因此信秀大概率是出生于伟章国 信秀的主要作为就是取代了知田本家的地位 并且使知田世人在战国初期 成为真正的伟章霸主 因此在讲他之前 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 伟章国和知田世在战国初期的情况 知田世人原本是伟章国的守护带 而伟章国真正的守护是斯波氏 守护带和守护的关系就是执行者和真正的老板的关系 因为当时的守护大多数是住在京都 而他们的领地都是在远方 所以就需要一个守护带来帮他们执行 这斯波氏呢又是当时的士廷幕府将军家族 竹利氏的一支 并且竹利氏和斯波氏同属于清河天皇后代 所以曾经这斯波氏是有机会继承将军地位的 但是在这机会来的时候 当时斯波氏的主长他的母亲出自于北条氏 而北条氏是作为元氏的外戚而发迹的 并非天皇家族普希 因而斯波氏最终没有成为幕府将军 当时斯波氏呢也就索性放弃了竹利这个姓氏 改姓斯波 作为双管领之一 安心的经营领地 也就不想再做什么将军了 斯波氏在最辉煌的时候 曾经领有伟章 山城 若霞 月前家贺 月中能登 远江 信隆 左渡 安房等地 与支田信长鼎盛时期的势力范围大致相当 但是后来斯波氏内部分裂加剧 再加上殷人之乱的爆发 家族力量迅速衰弱 而伟章国的斯波氏受到了守护代支田氏的支持 被保留了下来 此时的伟章斯波氏依然是伟章国实际的领主 而非支田氏的傀儡 但是斯波家的家族 斯波易达有忠心之子 他希望收回安房 以此成为东海道一道的霸主 因此与途中的金川氏多有冲突 在一次与金川氏的战争中 斯波易达战败生死 加上其子年幼职位 无法主持大局 于是守护代的支田氏 在伟章的威望 就迅速地压过了守护的斯波氏 不过 支田信秀这一支呢 也并非是伟章守护代支田氏的本家 信秀的父亲支田信定 是支田氏的一个重臣 青州支田山奉行之一 1526年到1527年之间 支田信定将家族作为传给的支田信秀 信秀于是得到了机会 开始大展拳脚 他刚成为城主不久 就很不了时 积极地扩大家族利益 1532年 他就与本家的支田达盛 以及另一个青州山奉行之一的 小田景城城主 支田城主为门发生了冲突 但是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也就很快一结合了 但是呢 在同一年 信秀拥用阴谋 夺取了金川氏 蜡谷野家的蜡谷野城 这个蜡谷野城的城主 名叫金川四方 他喜欢联歌 信秀呢 就投起所好 积极地练习联歌 以此为契机接近金川四方 并且呢 逐渐获得了信任 这个金川四方 喜欢在蜡谷野城中 举办联歌会 一半呢 就是好几天 蜡谷野城中 自然也要准备一些客房 给来参加的客人们使用 信秀积极地参加这种联歌会 以此渐渐了解了蜡谷野城的步伐 四方的家族们对此播有警觉 但是因为金川四方 对信秀非常的信任 也就没有特别的地方 在日本战国时期 这种故事还是比较多的 比如几十年后 同样是便宜了 自田家的美龙伯伯在恩隆兴 也是不嫁地方 最后信任的小人 仍死破灭 在一次蜡谷野城举办联歌会的时候 信秀在逗留期间 抓住了一个机会 秤并休息 趁机从圣藩城招来的家臣们 在蜡谷野城四处放火 制造混乱 从而兵不学认地夺取了蜡谷野城 城主金川四方就被迫流亡京都 得到蜡谷野城的信秀 实力在伪张国仅次于自田市本家 此后信秀逐渐被称为伪张之虎 而顺便一提 这个蜡谷野城也就是今天 日本第三大城市明古屋的起源 随着自身十六的增强 信秀在公元1539年和公元1548年 又分别建造了谷渡城和陌生城 并且把自己的居城迁到了谷渡城 信秀是一个对商业十分敏感的林子 也就是是个财迷 早在顺藩城时期 他就积极地利用附近的商业重镇 热田来继续自己的财力 现在呢 又把居城迁到了谷渡城 相当于千个都接近港口 更加方便商业的发展 此后呢 信秀这一支成为了战国早期的一个富足 我们知道 知田信称和封城秀集 在日本战国时期之所以能屡战屡胜 和他们异常丰厚的财力 有着密切关系 他们都是在战时 仿佛有用不完的白银和火枪 而伪张国的雄厚财力 就是在信秀这一带打下了 所以知田信秀和知田信称 等到程度上是一个一代守江山 二代败家的故事 但是历史上成功败家的二代 就成了一代雄主 随着知田信秀的表现越来越突出 他的敌人呢 也就自然的越来越多 为了安定内外 信秀积极地上落 向朝廷献金 获得了从无为下背后守的官子 之后 他也去幕府 拜见第十三代将军 主力一辉 公元1541年 一世神功迁移 信秀以此为借口 献金七百贯 同年九月 他又再次向朝廷献金 之后他得到了三和首的官职 三和首这个官职 已经和知田信秀一样大了 知田本家是大和首 但是朝廷本身是个摆设 给出来的官职自然也就是摆设 更何况在朝廷还不是摆设的时候 这些官职人也是滥发的 无论如何呢 知田信秀在名义上 继续和祖家的青州知田市保持着祖从关系 因而知田市的势力完全盖过了作为守护的司波士 信秀将自己的弟弟 知田信光和幸福众臣们安排在伟张国的各个战略药重 使自身在伟张国的势力稳固 进而实际上成为了代表伟张的战国大战 知田信秀基本被评价为一位自勇双权的名将 此时呢他也确实勇猛善战 伟张之虎的威名也使得四方豪杰都畏惧三分 但实际上呢 知田信秀一生只经历了三次大战 分别是第一次小豆板之战 加拉口之战 第二次小豆板合战 那么我们就从第一次小豆板之战开始说起 信秀在伟张国树立威信之后 这个东海道地区最有实力的大名 依然是郡和国的金川市 而在伟张国和郡和国之间 有一个三合国 也就是德川家的开局之地 三合国一直都是内部分裂的状态 没有一个代表性的大名 周边呢 金川市和知田市看呢 自然是想占点便宜 但是一个地区的英雄 固然要看家族的积累 主要呢 还是要看历史的进程 伟张突然冒出个枝田信秀 三合也没有闲着 此时三合国也出现了一位 即将代表异国的大名 那就是松平清康 对日本历史熟悉的朋友应该知道 这松平家 就是后来的德川家 德川幕府时期的玉山家 也有用松平为姓的 话说回来 这松平清康也是一个刚上位 就展露头角的少年英雄 他贡献了金川市束带库新经营的三合桥头堡 吉田城 并借此余威收服了东山河地区的数十个小势力 松平家在山河国内的独尊地位得以垫底 也就自然的与接壤的伟张国大名 芝田家有了冲突 然而好景不长 松平清康被家臣所杀 想念不到三十岁 芝田信秀于是抓住机会反攻 一次达到了钢旗城下 芝田家围攻了钢旗城七天七夜 松平家不得不向金川家臣服以换取援军 金川家答应出兵 双方此次交锋 被称为第一次小豆板核战 这对金川家来说 简直是个白姐的买卖 因为不仅可以收服松平家 恢复对山河国的控制 而且可以压制住潜在敌人芝田家的发展势头 于是答应出兵 在1542年的8月10日 金川议员亲自率军进入山河 金川松平联军在申田园布阵 以松平广中为前锋 目标直指安祥城 信秀这边以他的弟弟 芝田信康为前锋 从古渡城发兵 进入安祥城迎战 由于篇幅所限 让我们把战斗的过程留到下一期 这里是巫女花散礼 一个演绎日本传奇的频道 我是花散礼 如果你愿意关注我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